住戶車趕到場 遠遠又看到地上一整片白色粉末 民眾忙著清掃 路旁更是被撞擊後的零件雜物 裝車廉價第一天下午 屏東加東鄉大風路段 就發生酒駕車禍 再去跟一台車發生差撞 然後噴奶的那個 18號下午3點多 趙氏潘信駕駛開的白色小貨車 依次超車不慎 先撞到內車到自小客車 接著失控衝向路邊 撞擊瞬間畫面曝光 自小客車本來開在路上 突然間上下震動 接著一輛白色貨車 從畫面右方滑出來 左側著地翻滾 瞬間塵土飛揚 幾乎看不見 只有玻璃碎片雜物 不斷噴出來 畫面超驚悚 裝車貨車車頭變形 擋風玻璃碎裂 車門也凹陷卡在路邊草叢 而被撞的轎車車尾也破裂 更扯的還有 兵線感整個被撞斷傾斜 捷殼想見撞擊力道之大 台邊人員緊急到場搶修 看到也傻眼 這裡沒有燈子嗎 沒有 這裡有燈子 問題是已經要抓了 已經有燈子 他有辦法抓了 警察潘性駕駛 駕駛酒測值超過標準 警方將應規定偵辦處理 照市潘性駕駛和被撞的駕駛 經濟被送到醫院 幸好意識清醒沒有大礙 但貨車駕駛酒測值超標 警方依法偵辦 中秋廉假才剛開始 也呼籲民眾千萬不要酒駕 以宣釋法 記者屏東綜合報導 許多啊 氣死除了 動作